我們看第七題 他說頭子硬幣硬幣六次 結果再做一次 第六次 它是正面 第六次它是正面 它機率是二分之一 因為它是第二次 代表前面五次 一二三四五 前面五次 有一次是正面 有四次是正面 前面這個 所以全部的機率 是等於前面 這個五次 直五次 其中有一次是正面 再稱為第六次 固定是正面 固定正面 這機率是二分之一 那你五次裡面 有一次是成功 正面我代表成功 其他的話是失敗 所以 這是五取一 有一次成功 成功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其他 這個四次 四次失敗是一一減掉二分之一 所以這就答案 這是五乘以多少 這二分之一的多少 二的 一加一 二 這六次方 分之一 所以應該是多少 六十四分之五 所以答案是六十四分之五 最多的是第三事 二次 五花 明焦 雞肉 雞肉 雞肉